在昨天很精彩 这个是炮声隆隆 尤其NCC主委陈耀祥 蹦出 没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如果杀人放火恐吓 还能是言论自由吗 所以想说怎么样 你关中天 你把中天的监督 比喻成杀人放火 在昨天的这个战场 我们看到其实在 打NCC的这个部分 大家都说是蓝白联手 白银这边民众党 和国民党这边 其实已经通过临时提案 成立了静电室的 调阅专案小组 可是另外一边 也是我想要请教 小牛委员的 就像国民党这边 我昨天在第一时间 我也觉得 那为什么不会成立 中天案的调阅小组 那包括了郭正浪亮哥 他不止一次在节目上提到 他说国民党没有针对NCC 成立中天调阅小组 对他审照过程进行总检讨 他说亮哥说 这样我会怀疑 未来真的会针对NCC法案 进行修法吗 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那另外蔡正元委员 我也问他说 因为反正程耀翔 现在本来就已经 是赖皮赖到底了 你也拿他没辙没办法 那但是在这个案子上面 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武器呢 蔡正元委员之前在节目上 也特别提到说 武器多的呢 那包括尤其现在 还有这个人事同意权的部分 以及他说提醒大家 中天赴台不要以为是中天的事 国民党以此为焦点 有群众作用 政治作用 还有立法院的战略作用 再加上NCC要派新人 又有预算要审查 怕什么呢 焦土作战 要把这件事情 看作为战斗成果的标杆 不要整天只想想看看预算 预算能砍多少呢 我是觉得昨天 因为我不是交通委员会的委员 那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因为这个调业小组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应该算是 这个新的会期开议之后的 等于是第一次的攻防 那至少先阶段上取得成果 我觉得是有其必要的 不管是亮哥讲的 或者是蔡正元委员讲 他们其实是谈的是 大的战略方向的事情 这样的方向 我相信国民党是非常同意 但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 他其实有先后顺序的问题 我们也要考虑跟民众党 维持一个不错的互动 彼此之间要互相的磨合 各个委员之间也有要磨合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 因为这个目标我觉得 大家应该会同意 帮言论自由伸张正义 那谈一下咨询的部分 称赞一下建豪委员 他反应非常快 因为 一般来讲 我们就算有自己写过咨询稿 在攻防的过程中 你也很难预料到说 官员会讲出什么惊世之言 像 伟大的陈耀祥主委 竟然直接讲说杀人放火 然后 王建豪的反应非常快 他就说 我们现在在谈电视台的问题 你要去你要确定 你要讲电视台是杀人放火吗 他当然嘴巴就马上闭起来了 所以这次的 寻达的反应是 不错的 那我觉得调与小组 以我从 侧面的观察来讲 能够先针对静电室的原因 当然 我觉得有在合作的一点 意义存在 因为 这个也许先易后难 或者是先针对一个大家共同 更加关注的题目 先试个水温 然后先做 做出成果之后我觉得就我会主张 当然应该要趁胜追击 因为 三大争议嘛 一个是这个 近电视的案子 一个是中间撤照的案子 另外一个是三立入主中加的案子 这其实都是有高度 政治争议的案子 然后也 极大程度的破坏了NCC的公信力 那这三个案子当然应该有同等重要的待遇 同等来调查 那也借着调查的这些成果去证明 就是说 我们未来要推动NCC的人事同意权也好 或者是从制度的角度 让NCC未来能够真正做到客观中业 这件事情的正当性 要透过这些工坊来确保 所以我觉得这个 调业小组只是开始 因为每个礼拜都会开会 然后我们都 招委会轮值 我相信后面我们还会有动作 那国民党会有一个整体的作战战略吗 会的 我觉得这是会的 因为 也是有必要的 有没有有点可惜 那么各自为政 但因为 这边我们就讲大白话 就是说 因为前两届国民党是压倒性的少数 所以说 基本上 大家只能用 焦土抗争 霸占主席台 或这样的方式 但这一次我们的席是略占优势 但相对来讲有很多是新科的立法委员 人数的增加 彼此党团之间的 党内成员的磨合 然后还加上了一个民众党的角色 党跟党之间的合作 都要花一点时间建立默契 所以当然大家都利益良善 希望说赶快发挥急约战力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也不要 一次开太多战场 或者是太急于求成 然后万一这个过程一下没有做好的时候 让大家的信心丧失 也不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循序渐进 但该讨的公道 我们一定会讨 好那关于NCC这个战场 国民党的 这些委员们 他们当然也有一些 战将型打法 比如说像徐晓星很快的 他就PO出他咨询 陈耀祥的 部分问出了几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陈耀祥承认用了旧的评分 表示他 以及其他委员 做出的 决议 第二陈耀祥承认过程中天 不给中天月券 一直到法院 要求才同意 第三陈耀祥表示目前 完全没有规划 未来官司定验 要如何还给中天 第四 踢爆NCC曾经请罗盛宏 到东森上课 建议政论节目要效法三例 这个部分呢 他说陈耀祥当下否认 但我已经将查证的截图 提供给媒体 揭露NCC 谎言 第五点 陈耀祥根本不知道 一年发了多少 函叫媒体写报告 一直要写报告就是 那罗自强强哥呢 他直接抨击NCC 双标黑箱乱象要终结 当年 确实中天被换 不给换照关台的理由 就是我们的违规 特别多 但事实上 强哥算出来了 根据 也不用他算了 NCC给的统计 好不好 民視是 2022年被民众投诉最多的电视台 达到第2名华视的 7倍 所以中天当年被认定 25次违规 裁罚1153万 但历经多次 诉讼 虽然有部分都还没有定验 还在征送中 但现阶段有8案 360万处于 胜诉的状态 扣掉 前述的部分 其实几乎和民視 在这6年来的 换照 期间 违规18次 被罚740万的程度 几乎相同 问题来了同样被民众投诉多半 NCC裁罚多 中天关台 民視 却能换照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宏廷 对 NCC现在 我觉得确实 刚刚小刘提到一个重点 他可能 他不方便讲 现在什么不方便讲 其实要成立所谓的 禁电式弊案 调阅小组 这个提案是民众党的提案 对 所以国民党等于是 主动的释放一个感染支 去同意所谓的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通常坦白讲 我相信在这个 在这个议题上面 民众党确实跟我们国民党一样 有比较多的新科委员 坦白讲过去在所谓的立法院 立法权里面 我们不太会针对特定的个案 去做所谓的调阅 而且我们不会针对特定的个案 去在卫审的时候 我们先说它是个弊案 所以今天基本上 蓝白两党做最正常的 所谓最正常的立法攻防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成立的是 NCC重大决策调阅小组 也就是针对他过去的这些重大的决策 我来把所有的东西调一调 然后看看哪些东西是 然后呢 静电室可能是一个他的重大决策 那中天又是一个 所以强哥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正常啊 这就是强哥已经看过资料以后 他开始 他的第一题就是这个啊 就说 我看了你的重大资料以后 我发现 第一你被投诉的也没有比较多 跟民事比起来差不多 被罚的跟民事看起来也差不多 一个关台一个活得好好的 那一个关台一个为什么没事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的重大决策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双标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NCC他当然 调阅看起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那NCC你自己要去做解释啊 你的委员们你也要去做解释啊 那这时候再回到过去 大家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的委员是什么 是受政治压力而 而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那当然全面的 检视NCC的定位就很重要 所以今天坦白讲我觉得 蓝白两党用类似的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 主要的原因在于就 NCC未来你的委员成分 到底要是什么 然后呢 针对你过去做的这些部分 哪些该拨乱反正的 拨乱反正 哪些该处理的 我们要处理啊 所以针对这些部分来讲 调阅虽然并没有所谓的 严格讲起来 他只有调阅阅卷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可是如果出现了重大的 民众都觉得出现了重大的 这样的一个决策 失当的时候 那坦白讲我觉得 职政党也有压力 要在这样一个部分上面 你要做出所谓的相对应的 所谓的reverse 就是说回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时候立法院就很重要 所以蓝白它加在一起 虽然是脆弱的多数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从这个议题里面开始合作 去释放一个感染枝 我觉得是正确的 所以 坦白讲我觉得 民众党这个地方 它可能针对静电视 它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整个一起来看 NCC6这样的一个状况 去做一个 通案的检讨 这个通案的检讨 就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 我要不要还给中间 所谓的公道 第二 镜电视中间如果有任何的步伐 那我该不该处理 就是这个样子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 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 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继继继继 突然开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